32校超过500位学生 摩拳擦掌挑战趣味荣州板竞赛 我觉得很有趣 除了在学习之外 可以参与到很多不同的活动 我觉得很好玩 就是大家一起齐心协力 然后让船越快 这几年来的向海致敬的政策之下 这个水域安全事件平常 那我们希望透过一个趣味的方式 让更多的自动式的各级学校的学生 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 长安 西洋市政府为了推广水域安全 以及让小朋友更多元的体验水域活动 我们跟海洋大学合办2022 把龙洲板智慧竞赛体验 那除了让小朋友体验水域活动之外 也训练这个团队合作的一个精神 那我们知道这个其实要 把龙洲板往前这个滑行 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藉由这个活动 除了推广水域安全之外 也用气味的方式 来让小朋友 学生来体验这个团队合作 那相信这个活动 都非常受到基层老师 以及基层学生也会欢迎 那未来会继续期待 除了海上紧张刺激的趣味龙洲板晋赛外 岸上还有两座超大型的清水体验池 主办单位宣导救命舞步防腻十招外 还与学生进行互动式的水域安全宣导 让学生在欢乐的情境下 认知与完整的学习到开放水域活动时 需要注意的安全自救与防腻事项 好玩 下次还要不要再来 要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要